謝謝主席 主席有請我們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好 院長我想大家做防疫的工作真的非常的辛苦 我想全國的國人對於我們這次的防疫工作的各項施政大家也非常的肯定 我想世界各國對我們的防疫的工作 世界各國也都對我們台灣可以說真的是非常的肯定 本席在這邊就是要提出一個不一樣的一個看法 就是我們講防疫要與時俱進 我想過去就是有關於戴口罩的這個政策 我想這個過去呢 我們這個行政院或者是我們的CDC 是跟我們的國人告訴說 我們這個健康的人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對 我想這個現在呢 歐美各國疫情不斷地在攀升 那我們 這個 進入我們國內的很多是境外的一個 的這個病例 國內本土感染的病例也不少 尤其是有那種呢 我們不知道感染源的本土病例 這個是有的 院長知道吧 就是不知道他們感染源在哪裡的 有幾個病例 所以是 本席在這邊 是要請教院長 是不是我們健康的人 不用戴口罩的這個政策呢 我們是不是要有所轉變 本席在這邊 要講的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這個口罩的政策 我們應該在政令上 告訴我們的國人 我們出門 必須要戴口罩 尤其是到公共場所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當然這個在 行政院或CDC 有在這個電視上呢 有請我們專業的醫生 去宣導了 但是對於說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這個政策 但是並沒有很明確的做一個 一個規範 所以本席在這邊 呼籲院長 是不是我們為了要這個減災 防疫現在進入到減災的一個時期了 是不是可以 做一個政令的宣導 就是呼籲我們的國人 如果到出門 最好戴口罩 尤其是到公共的場所 是不是請院長來宣示一下 謝謝委員 對於這一次政府 許多的作為給我們肯定 關心 其實 防疫能夠做好是全民的信任 也配合 而也要特別感謝貴宴 像這一次就在最快速的時間 通過特別條例 通過特別預算 實在非常感謝 也在很多方面幫忙宣導 那我要給委員做說明 什麼時候戴口罩 什麼人該戴口罩 在什麼場合戴口罩 或不戴口罩 我們都是聽由專家會議 他們評量並且提出來 政府只是就專家會議的專業判斷來宣導 因為戴不戴口罩 防疫是很專業的事情 不是由行政機關 行政所長 憑著自己的好惡 或者想到哪裡 宣布到哪裡 過去這一段時間來 我都是尊重專業 所以現在疫情有變化 專業政府根據專家會議 也是就相關的情形 有提出規範跟指引 我想依據這個來做就對了 謝謝院長 院長當然這個是由CDC來決定 但是本席就是希望說行政院 因為疫情的變化 是不是就現在戴口罩的時機 我們要有所轉變 本席舉一個例子 我想跟中選會有關的 我想我們中選會到4月底 我根據中選會的任務報告 還有大概將近19場的 我們的村里長的補選 那本席在這個 我們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也跟中選會提出建議 就是說現在因為我們這個 無症狀的病毒代言者 這個依照專家的意見是有的 就無症狀的病毒代言者 那我們進入投票所來投票的話 那當然我們現在是規範說 我們的這個投票所的工作人員 必須要戴口罩 但是民眾進去投票所這個密閉空間 我們並沒有去約束他說 規範他說他要戴口罩 那本席是建議 現在因為無症狀的代言者非常多 如果假設有一個無症狀的代言者 他進去投票了 那他不小心咳嗽兩聲 那這個病毒就散播出來了 那我們後面進去投票的人 就很有被感染的一個危險性 所以本席是在這邊建議 我們這個要欲敵從嚴 料敵從寬 現在因為有這種無症狀的病毒代言者 是不是建議我們的中選會 在未來幾場的我們的選舉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要要求我們的投票的選民 他必須要戴口罩 而不是只做簡單的防疫工作 是的 謝謝委員的關心 那這段時間大概是 各地公職人員補選的一個高峰期 其實我們從二月初的時候 就已經加強宣導 同時也跟我們地方的選委會工作人員 那麼宣導說應該要如何進行 這個補選的防疫的工作 那補選防疫的工作 大概分成重要的幾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事先我們的整備 一定要做好這個整備 包括人員試任性的一個確認 包括防疫物資的整備 包括場地的安全消毒等等 都備齊了之後 第二個階段就進入到 我們當天投票的這個階段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必須要戴口罩 所有的工作人員也必須要戴手套 這個是避免接觸的這個傳染 那我們對於民眾的部分 在這個投票的現場都有這個簡單的防疫 也就是說要量耳溫或者是耳溫 那對於如果是有發燒 或者是其他這個呼吸道症狀的民眾 他一定要戴口罩 我們再准許他進入投票 如果他沒有戴口罩的話 那我們現場也會適量的一些口罩 來提供包括孕婦 包括年老的人 那人跟人之間的這個距離呢 我們都有這個工作人員 一意指導 希望他們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 那最後一個階段 才是我們的開票的時候 一樣同樣的規格 來做各種防疫的工作 那麼也感謝這個委員的關心 在2月24號新竹縣足東政長補選 那是比較大規模的一個補選 地方的選委會 包括地方政府都相當的配合 整個的防疫的工作做得相當的完整 我們也把那一天的經驗 提供給所有各地選委會來做參考 目前都按照這個標準 主委 謝謝 我想這個整個過程 本席也十分了解 但是我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歐美各國大爆發 然後我們現在的確診病例又不斷地在攀升 所以我剛才提出的意見是說 現在我們要御敵重言 那我們擔心的就是那個 無症狀的病毒代言者 如果他進去投票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感染到這個 新冠病毒啊 他進去投票 那如果他不小心我剛才提的 他去咳嗽了兩聲 那個病毒就散佈出來了 如果我們的其他進去投票的選民 沒有戴口罩進去投票 就把自己陷入一個危險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本席是在這邊呼籲說 我們的中選會 是不是在未來幾次的投票過程裡面 是不是可以制定 我們都加強宣導 就是這個部分 我們要強制規範 在我們的選舉公報裡面 都有這些防疫宣導 要告訴選民要制保保人 是的 好 謝謝 謝謝 院長我第三個問題 是有關於我們新竹縣的一個重大建設 請問院長知不知道我們新竹縣 目前我們楊縣長有三支劍 在如火如荼的一個進行之中 院長知道嗎 院長知道嗎 院長知道 好 謝謝 我們新竹縣 謝謝 我非常了解 我想跟委員都已經有接觸過了 謝謝 部長非常了解 因為部長長得到新竹 包括寶山跟山崎的計畫 竹客山崎的 那我就叫部長好了 部長我想我們現在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我們的台灣知識經濟園區 因為台灣知識經濟園區 它是經過行政院核定的國家重大建設 我想我們行政院 就這個國土計畫法 我們最近也修法 就把我們的經過行政院核定的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我們就不受我們這個都市計畫法 五年通盤檢討或十年通盤檢討的一個限制 但是我現在就是針對我們台灣知識經濟園區這個案子 因為這個案子是在民國九十三年 就經過我們的行政院核定為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那迄今已經十六年了 但這個案子遲遲到現在 我們那邊的民眾都引緊期盼 希望趕快的開發 但是到目前遲遲還沒有辦法通過內政部營建署的一個審議 所以國家的重大建設既然是那麼的重要 為什麼我們新竹縣的這一個案子遲遲沒有辦法完成審議 委員 你知道的原因嗎 就是說其實你也了解說 雖然有現在可能整合的數量已經超過五十趴 已經比那個以前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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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超過了不少啦 八十七趴了現在 但是還是有一些他在這些還是有不同意 還有我們這個環保團體對於優良農地 在裡面的優良農地是不是因為這樣子而變成了把優良農地給廢掉了 然後產生糧食危機當然有很多為人知道 所以在這一部分其實我知道信竹縣 因為他們現在新的還沒有送過來啦 上一次回去了以後他們重新再調整還沒有送過來 那我所知道說他們可能會採取另外一個方式是可以剔除了 可以畫出來的他們在做這些方式 那等他們上來了以後 我們會讓專家學者由小組為移到大會 去好好的審議 一個政策能夠趕快讓他出來 尤其現在能夠有通報的這些 對 這是當然都是好事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忽虐說有關優良農田 在地的這些還是有一些反對的他認為這些生育我們還是要重視 所以這部分我們大家一起來處理 是 院長其實或者部長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是經過行政院核定的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所以它有它的必要性 那因為現在延宕了那麼久 其實本席接收到的資訊 訊息是我們的在地的一個地主 其實大部分都是希望趕快來被徵收 然後趕快來開發這片土地 因為新竹縣那塊土地就面臨我們的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的正對面 那新竹縣目前整個產業用地也幾乎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急需說把那塊土地趕快來開發 來發展我們的不管是未來的一個AI智慧園區 或者是我們也要在那邊打造一個國際的一個國際村 就是有很好的一個規劃 所以我們希望說內政部營建署在審議的時候 能夠詳細的就是說 我們認為哪一個點是有問題的 趕快跟我們新竹縣政府來做溝通 然後盡速的來讓這個案子能夠審議通過 委員你這都有跟楊縣長也談過了 有齁 這個你也了解 所以我們希望加速腳步 您是非常的了解整個全面 加速腳步 那我們一定會依法來處理 而且當然很多建設站在政府立場 尤其又是行政院都已經核定過了 我們一定都是熱關其成 謝謝 謝謝部長 接下來我要就我們客委會 浪漫台三線的打造的問題 來跟院長以及我們的客委會來做指教 來請教 院長我們足東有一個客家音樂村 院長有沒有聽過 院長有聽過 有聽過 主委決定了 主委決定了 我想我們足東客家音樂村的誕生 是在107年的時候 那主委呢 基於我們足東有一個天川日 就客家三哥的傳唱 這個已經傳唱快60年了 那這個活動呢 是我們客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 所以這個活動都是在足東的戲曲公園來舉辦 但是就是那個戲曲公園現在就是 他的那個地方就非常的狹窄 所以目前的話就是我們在那邊舉辦 客家三哥比賽 就感覺說那個活動的氣勢不夠 所以主委在我們邱縣長的一個邀請之下 特別呢 也對於我們浪漫台三線的打造 在107年同意說補助我們新竹縣 來打造客家音樂村 但是這筆經費後來被這個 因為土地徵收的問題了 被這個暫緩了 那本席在這邊是要跟院長 還有我們的客委會 來做一個請求 因為我們很擔心說這筆經費 未來客委會就不補助了 所以本席在這邊就代表我們新竹縣 來這個請院長或者客委會給我們承諾 未來是不是這筆經費在這個訴訟結束之後 一定會再繼續編列預算來補助給新竹縣 請主委回答 謝謝林委員的關心 林委員一直都很關心 從選前到選後一直都很關心這個案子 非常感謝你 那麼這個案子你也非常了解吧 好就主要真意點還是在於這個兩個 一個是土地徵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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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對 緩 對 對 谢谢大家